当我煮菜,先把调料堆里面的鱼筋味精添加剂 丢到垃圾桶,然后你会发现 好吃,还不加添加剂 炒牛肉的话,油可以多一点 因为牛肉是不知道出油的 冷油一下就行 它的肉更散 小火锅炒散了以后,就可以把火锅炒大点 结果是一间,快点就要把它炒散 这个勺子就是四勺子 油不要再加多呢 因为底料是不加油 靠的就是把这个肉香味炒到油里面 最后直接就是用这个油 再去煮油 现在这个就是水起出来的 稳,这个时候出盐的时候就会稳 然后到后头,你再稳 慢慢多几次就,你就掌握到的就是 靠稳都能够这段排便这个水起 水起炒到一半 还有点香料粉,十三香五香粉都行 要给多了,多了就闷了 必须炒,很快乐 这就是水起炒锅了,肉都一收缩了 盛豆瓣,把它多细 下豆瓣是小火 盛豆瓣的水分是很少的 比如说你大火的话,很快就把肉炒干炒粉 豆瓣容易炒粉 炒鲜了以后就会把火调大点了 这种会就出香味了 炒 生抽哈 好多 这上来给它有点水分 你看它就发这块膨胀了 把豆瓣也剔出来 消火 然后加水 白水,能水这么轻化?水少子 然后浓度就挑到 大概就是这种状态 水太多的话,它就太轻了到时候 然后烘烧粉 茄粉 慢慢勾 要酥浓臭 这种是一种非常老牌的一种水少子 勾芡或不勾芡的味道 我相信这个味道才是比较的 豆粉面 那就是汤面 讲究的就是要吃起 整个是一个肉的 所以我要是能用这个就是滚滚面煮的 筷子的盖住是最容易的 就浇到肉有点沉 有点重的 那种手感 它肉也有点脱脱 不散,凉油了 就比较合适 然后就行了,勺子就炒好了 装起来 今天上午买豆粉面 估计这就是二水面的上次 来我们一等就要个脆 行,豆粉面啊 来吧 来吧